168 城報 深航飛廣州都客機艙縱火機組人員制服百人緊急疏散異傷 2015年7月27日兩岸A12廣州白雲機場發生機艙縱火驚雲 一屆由浙江台州飛往廣州的深圳航空航班 昨日凌晨降落白雲機場時 一名男乘客突然遲到闖入頭等艙點燃報紙 被機組人員和乘客合力制服 過程中造成兩人受輕傷 機上如百名旅客和機組人員隨後緊急疏散 機場當日已恢復秩序 有網民質疑機場安檢出現漏洞 官方截至昨晚站未公布案件詳情 本部兩岸早報導深圳航空公司通報稱 深航昨日凌晨1架由台州飛往廣州的ZH9648航班上 一名旅客破壞機艙設備 嚴重影響飛機正常秩序 機組人員在空中啟動應急處置程序 並第一時間通知空管、白雲機場等相關單位 隨後機組將旅客制服 飛機零時58分安全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 機組啟動緊急撤離程序及時疏散旅客 所有旅客軍安全撤離 原因正在調查 在已與緊急逃生緩被分黑民航資源網消息 攝氏飛機載有95名旅客及9名機組人員 行未造成人員死亡 兩人慶雙宋縣救治 其中一名傷者手臂外傷經治療後已出院 另一位傷者腰部扭傷樓院觀察 白雲機場事後恢復起降秩序 旅客情緒安定 另據微博認證號民航自媒體航空物語的消息稱 機艙內一度出現煙霧 而據現場照片顯示 至少一張座椅與一度緊急逃生緩被分黑 有目擊事件的網民稱 疑犯當時從25排走到頭等艙 用電郵點燃報紙 機組人員隨即用滅火器將火撲食 疑犯隨後遲都返回經濟艙要求機上乘客合作 機組人員和乘客上前搏鬥期間有人受傷 疑犯之後再回頭等艙點燃物品 據網民形容 當時火勢不大 但冒出大量濃煙 多名乘客用行李箱把旗倒住 疑犯一輪亂陷後被制服 整個過程大約49秒時間 另有乘客描述 疑犯是一名年約50歲的男子 飛機事發時已準備降落 機組人員當時提醒乘客保持冷靜 呼籲保護兒童和婦女 讓婦如退後機艙尾部 由號召男乘客站出來 男乘客隨後把行李加上的行李拿下 警察來堆在過道上 把移反倒在通道上 飛機數分鐘後安全降落 乘客通過倉門緊急滑梯撤離 並留在機場接受警方調查 早上7時才獲准離開 安檢MHF流動電郵都舉帶上機內地媒體 事後將事件描述為非法干擾航班事件 並未提及涉及任何恐怖襲擊 以官方作晚詐未通報事件詳情 不少網民事後質疑機場安檢出現漏洞 導致疑犯成功把汽油、點火器及都舉帶相機 分析指出,內地隨手都機場嚴格安檢外 其他地區軍較鬆散 若無大型活動一般只會執行護照檢查 金屬品探測等常規檢查 容易造成安全漏洞